然后咱们就来看吧 就是有我的一个序列到序列的一个网络架构啊 存在什么问题啊 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说起来之后 相当于什么 以coder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把数据往里压吧 这个这第一步我把黑压进去了 第二步love的压进去了 to也压进去了 每一步啊都是有一个压缩吧 那压缩的时候我们来看 就是可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网络的模型当中啊 可能来说他就比较注重于最后一个了 因为最后一个是压进来比较多吧 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可能就是即便的LSTM单元控制的比较好 还是会有一些信息的损失吧 我们在这里损失了一些信息 那损失了一些信息怎么办啊 是不是对我之后的一个预测结果会产生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当前我的一个预测 那你前面的损失信息了 那我解码的时候 是不是这部分信息也没有利用到啊 那这个问题啊 在我的一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网络价格当中啊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啊想一想 想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案 在想解决方案之前啊 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个FSTM啊 这样一个二人的网络 如果说你前面输入的一个序列太大了 太大的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效果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它是有这样一个长度的限制 长度的限制通常来说 嗯咱们的一个输入的一个长度 大概是10到2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说你的一个这样一个序列 过长可能甚至到4050甚至更多的时候啊 它在表达效果就会直线的下降 那这个是一篇论文当中啊 给出来的一个实验的结果 也是说了啊 咱们这样一个序列到序列的网络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压缩会损失信息 长度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啊 怎么去解决呢啊 我们想到一种方法 叫做一个tension的机制 tension是什么意思啊 嗯在我们的一个 就是最上级视觉当中啊 tension是这么解释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啊 以高分辨率的聚焦啊 在图片的某一个特定区域 然后呢并以啊 低分辨率聚焦于其他周边的一个地方 那它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来说啊 嗯可能这个图片当中 有特别兴用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就聚焦在这个周围了 然后呢 它周围的一些东西啊 是不是我们就不太关注啊 只是相当于用一个 余光啊 一扫一扫一下是吧 那tension啊 相当于是我们注意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啊 也是通过一些实验的表明 就是通过很多论文 都是证明这件事 我们可以啊 将tension机制 应用在我的机器翻译 在要生成 阅读理解啊 等很多领域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sequence to sequence有网络 我们可以把它里边 加上这样一个tension的机制 加完之后呢 它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这个啊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突破点了 之前的一个sequence啊 to sequence的网络 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现在普遍来说啊 我们都是加上了 这样一个tension的机制 加完之后啊 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咱们来看 什么叫tension呢 比如说啊 现在 对于我现在 比如说要做一个翻译 翻译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最好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 最好的时候 哎呀 就是比如说 我当前这个 我说了一个知识 说了一个知识啊 它翻译成一个knowledge 那其实我们来想 这个knowledge 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啊 它跟什么 后面的就是力量 有一毛钱关系吗 咱们现在乍一看啊 好像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就跟前两个词有关系 那我是不是也能按照一种 attention这样一种聚焦的机制啊 让我去说一下 我当前这个词的一个结果 就跟我前面输入的一个前两维 是有关的 跟后面的一个维度啊 它关系就少一些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啊 也是可以的吧 我可以让我当前的一个输入 就是聚焦在 哎 我前面对应位置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就是啊 我给它聚焦在这个位置 相当于是 让我解码的时候 让它更关注于咱们这个地方 然后呢 力量啊 我们再给它对应过来 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在做一个解码的时候 我让它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聚焦 让它聚焦在我对应更恰当的一个位置 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地方叫做一个更恰当呢 这个东西啊 也可以让我们的计算机 帮我们算一下 或者说 对于某某一种模型 比如说积极翻译 有积极翻译的一种这样一个概率分布 概率分布里呢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 当前这个词啊 跟我前面对应的一个词的一个关系是什么 可能说 跟我第一个词 它大概是有个70%的关系 这个可能是一个20% 这个可能是一个10% 我们可以啊 通过这样一种概率分布来去算一下 我的一个聚焦该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块啊 大家有推审机制应该就理解了吧 其实呢 它就是啊 让我们关注输入序列状态下的某些内容 而不是说啊 对于每一个词来说 哎呀 都是把前面就是通过RN 整体得出的项量 然后拿过来 那么做啊 效果不太好 所以说 加入了个认证机制 我们可以更强调这样一个对应的位置 更强调这样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的 那它呀 是怎么去做呢 好比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coder端 然后S1S2 S1到S4是我输入 Y1到Y3是我的一个输出 那这里啊 这个Y1 我们来看中间有一个C1吧 那C1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C1啊 就好比说 嗯 它是把我当前的X1 S2 S3 S4 做了一个分布 比如说 我取我要X1的70% 要X2的20% 要X3的5% 要X4的5% 那说明一件什么事儿 说明我这个Y1啊 它对从这个对应来说 跟我X1的一个关系是最近的吧 所以说我利用X1是比较多的 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合理的吧 无论你是在聊天啊 做聊天机器人 还是在做机器翻译 或者说做生存摘要 通常情况下就是 我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结果当中的 每一个 每一个小的结果 都是聚焦在某一个小范围上吧 而不是概括了这样一个整体吧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加上这样一个恶摊室的机制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现在啊 现在就是 上面这个东西写的比较小 不看了 现在比如说我要做这样一个机器的翻译啊 然后呢就是啊 我说了一个老鼠吃耗子 不是老鼠吃耗子 这个猫吃耗子啊 就是开始啊 开始去吃这个耗子 然后呢 咱们现在有一个无恶tension的一个机制 无恶tension什么怎么去做啊 没有我tension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这个Y1啊 跟我的一个C1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Y2呢 Y2来说啊 就是一方面跟我的一个Y1 一方面跟我的一个C2 Y3呢 一方面啊 跟我的一个Y1Y2 然后另一方面跟我的一个C3 连在一起了吧 那加入耗tension什么意思啊 现在这个这里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C1啊 和C2和C3 都表示成一个一样的东西 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们这块就只有一个C嘛 在无恶tension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不用这个角标 可能更明确些 都是一个C啊 都是一个C 然后只不过说 这是做了 又做了一个跟Y1的结果 然后这是跟Y1Y2 又融合的一个结果 这块相当于是 都是用C去做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加入耗tension呢 加入了一个耗tension之后啊 我们来看 现在我们是以某种的一个概率分布 比如说0.6乘上一个 咱们的一个当前的一个F 比如说当前的一个输的一个值啊 这块可能这个例子 没跟对用上 咱们就假设啊 咱们现在输入是三个字 输入三个字当中啊 第一个字是这个Cas 第二字是Eat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结果啊 就是翻译的结果 它是跟Cas是最 就是最相关的吧 第二跟这个Eat 是不太相关的吧 跟这个老鼠啊 也是不太相关的吧 那这个啊 就是说我C1是怎么组成的啊 这块就是跟我这个不太相关啊 这块我们把X给它去掉吧 然后呢 这个C2 C2怎么组成的 C2它是也是由这样一个分布组成的吧 C2来说 我看了由对应位置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不同的一些算法 它有不同位置的一种对应法则 比如说机器翻译当中呢 它更注重这样一个 每个词和每个词的一个 就是正 就是正了八经的一个对应 相当于是 我说了一个麦 那它那块可能是我的 这两个词对应关系是最大的 然后这里呢 它是啊 也是有这样一个分布吧 C3来说也是有这样一个分布 也就是说啊 其实我们现在 在预测Y1 Y2 Y3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 就是拿到的一个C 是不一样的吧 对于我 Y1 Y2 Y3来说 我前一阶段拿出来 结果是不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 会不是也是会导致啊 我们的一个decoder 它在每一次的一个结果上 拿到的一个输入 是不同的吧 那这样一个不同的输入啊 就会导致啊 我们这样结果 是有一个差异性的 有差异性 相当于是更注重啊 咱们对应的一个位置 加入了这样一个 聚焦的一个东西 那从现在的一个 各大学术论文上 这样一个表达效果来说 加入完这样一个对焦之后啊 它的一个效果 普遍来说啊 都会更好一些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Attention机制啊 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了 Attention啊 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decoder层啊 对我们的一个输入啊 进行了一个加权嘛 相当于啊 每一次啊 我们来看一下 X1 S2一直到X4T啊 有这么多数据 这么多数据来之后啊 我们说 它们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要把它们中间结果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 做成这样一个C 再把C输入到我们的一个decoder端 就可以了 相当于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加权 加权啊 有很多种算法 不同的算法指定的加权的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加权的效果 加权效果 如果说 因为热度图来说 嗯 这块 比如说你加权上 你可以用一个α值 来当成一个你的权重的系数 那对角线啊 就是有颜色的 有颜色的 就是说 这些α值啊 是比较大的 越黑的 是α值 是比较强 比较小的 那其实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对照一个机器翻译来说啊 它在对角线上是很大吧 就是说 它更注重的是一个对应的一个位置 它认为对应的位置是更重要一些的 然后位置旁边呢 是有一点点作用 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大 这个就是说 嗯 那个tension机制 相当于是啊 做了这样一个加权的一个东西的 然后呢 还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barket barket什么意思啊 barket的意思就是说 嗯 现在比如说你有很多组对话 那这组对话当中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个输入 有从0到100的字符这么多的 那咱们的输出呢 输出也有从0到100的字符这么多的 哇 这么多东西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可以指定这样一个区间了 区间什么意思啊 区间就好比说 当前我说啊 就是这个0到100 可能大家认为这个浮动范围太大了 我能不能给它做成几个区间啊 去训练这个数据 让我做的这个piding像 可以做的少一些啊 其实也可以的 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 当前的输入是10 输出也是10的 然后现在呢 我就把啊 所有的一个输入是小于10的 输出是小于10的 都放到这样的一个区间像 区间当中 这是可以的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barket的1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barket的2 可以做barket的3 然后呢 在barket的2当中啊 是怎么去做的 这里啊 就是我们可以指定一个30 相当于是10到30的 我放到这里 然后输出的结果也是10到30 输出和输入 并一定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输入是10到30 你输出是一个20到30啊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块可能就是一个30到100的 这块呢 可能也是一个30到100的 也就是说啊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数据啊 分成很多的barket的 分成很多组 每个组啊 它的一个大小是不一样的 咱们在rn当中啊 是不是说 每一个mini batch啊 就是每一次的一个batch数据 它的一个大小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可以做很多 比如说我现在构造三个模型 是可以的吧 构造b1b2b3三个模型 然后只要保证啊 它们各自模型内部的一个大小 是一样的就可以的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 嗯 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一个输入啊 和输出 它的一个大小浮动范围是比较大的 我可以加上这样一个barket的这个东西 嗯 咱们用tensorflow去做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的网络啊 它默认 已经会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barket的这个东西 那它也就是说啊 会对我们正常情况下 会对我所有数字进行不全吧 那加入barket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先分组啊 再进行这样一个计算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啊 先去介绍了一下 关于啊 咱们这样一个序列到序列的一个网络模型啊 它整体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刚才还说了一个特征机制吧 其实呢 最主要的一个模型啊 就是这张图 理解起来还是很简单吧 咱们就想啊 如果说大家觉得比较难啊 咱们就先不想它是一个什么LSTM 就把它啊 当成是一个叠战的故事嘛 我缴获了一封电报 那电报的生成的时候 人家生成的时候 是不是把输入数据 先进行了一个编码啊 编码完之后 咱们结获了 这个的结码啊 结码成我方认识的语言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啊 就是我的一个序列 到序列的一个网络架构啊 它的一个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编码啊